这边也有相关说明这家公司怎么来 这个基金会怎么来的 这个基金会我印象中还蛮特别 好像跟IBM有点关系 因为这个本来是IBM的子公司 但是IBM它其实还蛮佛心的 它就把这个环境无常的捐出来 免费的给开发人员去使用 这一点我觉得IBM这家公司还蛮不错的 它里面可以开发的东西非常多 所以这也许你们有兴趣的同学 也许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这个维基百科 重点在这里 那下载的话记得我下载是从哪边下 从这边download page 不是点这个 我是习惯从这边 那找一个版本 因为这边它还没有推出一个equilibit for Python 也许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或许会看到 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没关系我可以先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接近的版本是这一个 那为什么选这一个 因为它的档案比较小 ok 那因为其实我们主要是要借壳上市 就是说借它的外壳而已 但没有要写Java 不过以后如果你要写Java 你也可以拿这个环境来写 ok 因为现在最夯的语言 不外乎就是这些 Python Java C++ 在台湾也有VBA 或者是R 这些东西 ok 如果你要你也可以拿这个来学习一下 其实你会想说那干脆我们就学Java 其实跟Java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学了Python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写Java了 为什么 因为写Java真的相对复杂很多 而且语法还有大瓜糊的问题 而且还有物件导向的问题 像写Java你要先了解什么叫物件导向 你才有办法开始写程式 所以相对的 其实学Java还真的有点困难 不好学 Python它把Java的一些困难点把它剔除掉 让你的门槛降低 而且Python上面有很多外挂 你可以取用来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它的优势 ok 那我们download的话 我就download这个Windows ok 未来如果说像之前别班有同学是用Mac 还蛮多的 大概有三分之一同学都用Mac ok 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学Python 也可以考虑一下去买个Mac来 ok 不过前提要准备多一点的银蛋 ok 要 不过质感是不一样 ok 另外当然如果说你将来 你甚至也可以用Dinus 灌一个什么Ubuntu 不过大部分的人可能灌了之后 开始又怀念起Windows 因为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ok 不过现在在职场上面需要的人才 最好这三个都要熟 ok Linus你要能够马上会用 ok 而且很多东西物联网上面都是Linus 对 所以你如果假设你将来要能够跨到物联网去的话 你不熟Linus 基本上应该是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不会灌Linus的 你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这里只是给各位知道一下 因为这已经超过我要讲的这部分 然后把它下载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我一样把它放到哪里呢 我一样把它先放在我的磁碟机底下 然后按右键一样把它解压缩 解出来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Eclipse 不过你会发现 我先把我刚刚的Eclipse把它关掉 基本上它不会冲突 它是2019的6月 哇最新的 我们刚好2018嘛 所以这个版本又更新的 如果之后你们要自己去装一个最新的 不要懒人包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版本 但是做法一就是先解压缩 那做法二就是你要最新的那个Python的话 有没有 我们刚刚不是有下载 但你要变成你要自己装 它有两个选项 Install Now 但你特别注意它会装在哪里 C叠底下的Vusers 底下的底下的底下的 这么长一段 所以之前有同学直接一直到之后 找不到到底它装到哪边去了 所以我建议你用下面这个 什么呢 市集指定那个路径 你千万不要用上面这个 OK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指定这个 然后把它怎么下这个 选这个 然后它会帮我装嘛 所以我NAS 装这些东西啦 包含文件 Pipe 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装在哪里有没有 你就指定一下 如果你要最新的版本 你就装在低叠 不过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已经装一样的路径 所以怎么办 你干脆就叫37 换一个目录好了 3732 或者是加一个底线之类的吧 或者是什么 干脆叫374好了 这样也可以啦 就是那个名称不要一样 OK 这个是最新版 因为我之前给的是3.72 这个是3.74 有什么差别 其实微乎其微啦 你暂时可以略过 OK 最新 至于有什么新的 上面有 有没有 Documentation的第一条 有没有 有什么What's new 有没有 它有一些新的 它会把它列在上 Install就OK了 这样子的话 它就帮我把 我的Python的这些东西 灌在那个低叠的根目录 这个就是懒人包来源 所以我是这样来的 第二个就是 那个什么Equilibus 打开之后的话 这边一样会是workspace 我把这个 现在用预设的好了 launch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Equilibus 跟我们那个懒人包的Equilibus 有什么差别呢 最大的差别是 里面没有那个py div 所以你现在打开 你到那个proposies 那种设定里面 你是找不到py div 也就是说这个环境 预设只能开发Java 不能开发Python 那怎么样才能开发Python 就是必须要把它挂一个什么 那个挂一个Python的那个开发的那个外挂就可以了 ok 挂的方法 我在这边也有写 在底下我的云端上面 我们第一步这边 在哪边呢 在底下 像上面一点点 这边有 有没有 安装外挂 装在Equilibus里面 Install new software 所以呢 如果你要挂 先把这个关掉好了 welcome把它每次都关掉 然后你记得 现在如果你到proposies里面 有没有发现 没有py div 那如果你要new专案呢 也没有办法 py div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个外挂 所以我懒人包 其实帮各位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已经把外挂放上去 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挂也可以 因为之前我发现 虽然没有很多动作 但是好像有些同学就是会出错 所以我就干脆帮你们做 怎么做 Install new software 然后你就add 这边add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那个外挂加上去 在哪里呢 网址在这里 很简单 Ctrl C 有没有 复制 Ctrl V 贴上就好了 贴的话呢 你就把这两段贴上去 然后呢 把它add 有没有 这边add add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帮你去check 哦 它帮你找到py div的外挂 然后nest 这个时候呢 它就帮你抓起来 是不是这几个 对 这三个 然后nest 然后要不要同意呢 要accept 有没有 要同意哦 才能下一步 finish 这个环境就最新的啦 哦 就这样啦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哦 其实没有很困难啦 只是说 虽然不会很困难 但是我之前上课的经验是 大概也搞了一套糊涂 所以刚才用懒人包这样 你如果还没有把握 你就用懒人包 你有把握 你就用最新的 OK 这样好不好 OK 我们就可以 把这边install anyway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 alry start now 把它重启 不是重启电脑 是重启那个Equivus 启动之后的话 应该就可以看到那个 拍点了 这样的话 我们一直都有最新的版本可以用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一直有最新的环境 那你就是把我这个部分 我影片有录下来 如果你细节不上 回去再看一下 如果你暂时功力不够的 先不要挑战 先知道就好了 OK 我刚才人家上课就问 是那个怎么样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把层次写好了 OK 所以把画面还你给我一下 因为我觉得还是这样的 而且最好还是保持愉快的学习心情 比较重要 千万不要因为你一点点被卡住了 那你就会心情受到影响 对对对 千万不要 有时候离开一下 再回来就会了 对对对 有时候 或者是说干脆 你要找问题 甚至我跟你讲 倒不如砍掉重点 就是说 你就把刚刚弄的砍掉 重新解压说 重新弄就OK了 因为常常同学一直问我 说为什么为什么 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我就说你重来一遍 像我自己也这样 我把它砍掉重来一遍就好了 你何必就一直要 钻那个问题 你找到问题 知道答案又如何 所以人不需要一直纠结 为什么 对不对 你一直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OK 没有公平的 什么叫公平 对不对 好 不用扯太远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主要就是 再把那个最新环境的建置方式 跟不会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第二个单元 云端上的第二个单元 要开始写一点东西了 所以写的程式会越来越复杂 然后慢慢慢慢等到大家已经熟练这个环境之后 我们就会再开始带那个证照考试题 那证照考试题在书里面 你们有拿到一本书里面都有 OK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九大类 然后考试的话就是 比如说第一类的话 它就是一到十 101到110 一直到901到910 不过如果说你未来假设你要考的是比较简单的 就入门你就是一到五就好了 所以你六到九类呢 你可以先不用看没关系 OK 就量力而为 但如果我是觉得既然已经学了 就一定要挑战一些 那个 也不是不可能 挑战自己一下 然后最重要是花点时间 把时间留下来 然后可能最近就不要再追剧了 或者是说最近 有一些 追剧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虽然是很愉快 但是有时候就欲罢不能 那当然就多花一点时间 我先把正照体练功一下 把它练手 可以试一下